来看本地消息 新加坡食品局将在巴西班让批发中心 测试安装监视系统可分析视频为期一年 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并且监控中心的活动情况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巴西班让批发中心处理本地约40% 进口蔬菜和水果 食品局授讯使说 摄像机将安装在批发中心的分销和细活处 据分析功能的视频监视系统 共有五个摄像机 据了解这新举措 可能是要阻止未申报的进口蔬果 流入本地市场 还有错是消化是要查那些非法的 好像出入口 他们来的货 有没有他的数量什么 还是要查那些药本之类 经常有很多这样 马来西亚就来了 他在那边就可以卖了 对我们影响很大 因为他们不用租金什么都不用 多么好 那我们什么都要 他们来抓我们比较好做生意 因为他们自己来的比较那种 没有报比较便宜 对不对 他们就乱乱乱卖 受访消费者则表示 监视系统让他们吃得安心 救费者心理上当然是觉得比较安全 这样是比较好一点 那就像我们来买东西 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买的东西都是正确 而不是说那种非法的 也有租户表示 当局的新举动可说是一举两得 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保障 因为怎样讲都是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东西会随时会不见的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进口商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们自己也不用浪费那个钱去装 据了解 有几个租户早在几年前自掏腰包 在自家做生意的范围内 安装了电眼自保 食品局已在11月上旬 颁发价值6万多元的合同给承包商 估计安装工作将在今年内展开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